新闻股市 材质趋势 转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台北股市今天又大跌了 日K线连三黑 今天跌得很重 尤其中小型股票更是狂跌 台积电只跌回弹 但是中小型股票跌势更猛 这样的跌法到底应该怎么应对 以及后市会如何发展 不过现在目前盘后 台指期是上涨25点 感觉明天应该会弹 但是弹完之后会不会再跌 中空的格局是不是形成了 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今天 这个小时要谈的内容 等一下我们6点到7点 后面一个小时来跟您做国际的财经 跟国内的财经情势的分析 那我们第一段这个小时 因为今天礼拜二生活与财富单元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关节痛的问题 如果你有关节痛 这个关节痛 到底是意外伤害所引起的关节痛 还是说是什么样的问题 每到这个阴雨天呢 是不是特别容易发作 是风湿性的问题呢 还是退化性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关节痛起来 虽然不会要人命 但是呢 真的是很麻烦 因为一直痛一直痛 就觉得说 哇这个身体就是有个地方不舒服 就感觉不正常 那好像人生就此不快乐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忧郁情节 跟倾向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关节痛的问题 尤其我们听众朋友 有很多都是相对操劳一组 或是说呢 年纪已经偏大 所以这个退化性关节的问题呢 更是常常会发作了 好那怎么样去判别关节痛 到底是什么样的疼痛 以及他的病因 以及该怎么治疗 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那我们今天有脸书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 你可以上我们news98的官方粉丝团 你现在可以看到 我跟叶瑞源医师在一起 要谈这个话题 叶医师不得了了 等一下我要介绍他的title 以及他的事迹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他讲不得了 这个亚洲唯一艺人 这当然也是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唯一的艺人 那叶医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 复健跟退化性关节炎 这个关节痛的问题 那叶医师是卫福部 桃园医院复健科的主任 这个卫福部以前 桃园医院我们一般叫属桃了 现在已经改成叫做卫福部的 桃园医院 就部立医院了 这个因为已经没有卫生署了 署已经升格了 所以就变成卫福部 所以尤其念起来有点不太的顺口 因为属桃属桃已经讲得非常习惯 其实属桃是蛮知名的医院 好那叶医师现在在我们节目现场 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叶主任 好这为什么讲不得了 因为叶主任呢 他的论文拿到美国复健医学会 那大家知道美国复健医学会 不得了顶尖的 对不对 拿到年度最佳论文 我刚才有问叶医师 就是说那这个论文是不是 有很多的是都是年度最佳 他说不是 这个全世界就一个 一年就一个论文 就是去年你拿到了年度最佳论文 对不对 好那现在给我们介绍你这个论文 到底是写什么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很光荣 其实 主持人给我很大的 美国复健医学会是顶尖了吗 对没有错 那这一篇研究其实是 主要是针对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我们想要知道说 退化性关节炎 其实除了痛生活不变之外 它有可能会产生很多 不同的compli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并发症 那这些并发症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 造成我们比较容易有糖尿病的 比较容易有高血脂 心脏病的发生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治疗 这样的治疗可以让我们这个病发症的几率下降呢 那我的论文主要是在做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了解说我们平常去做复健治疗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病发症下降 所以退化性关节炎跟我们刚刚讲糖尿病 或是说一些并发症 它其实是有关联性 所以有听众朋友 你不要觉得说 我有退化性关节炎 不会死啊 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用去看医生 我也不用去治疗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话 你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病症 对不对 这个例如像糖尿病 对 因为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基转 最重要的基转就是我们 当我们关节在疼痛 比如说我膝盖就好痛 那其实我的人生 虽然不会说从黑的变白 白的变黑的 但是可能就会从户外变成室内 因为我不愿意去运动了 不愿意多去走路了 那减少了运动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人会胖 第二个我们的病发症就产生了 所以是这样的基转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基转 当然这里面需要很多更多的证实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说 一个不动的情况 就是有可能会导致 病发症发生的可能性 OK好 所以因为关节痛 所以大家就少动 甚至不动 从户外动物变成室内动物 那这样子呢 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变化 对不对 比如说变肥胖了 对 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出来了 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出来了 是 这个很麻烦 没错 因为越不动就越不想动 对 你越觉得痛你就越不敢动 我们想办法要让 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可以打破 其实退化性关节 它的发生以及它的变差 也跟大家不动也是有关系 因为越是不动的时候 我们肌肉萎缩的越快 关节的固定的能力就越差 我们每一步走下去的时候 膝盖就是晃来晃去的 增加它的磨损 所以其实越是不动 退化的越快 那这个退化越快 又导致你越痛越不想动 所以这样子恶性循环 如果把它打破的话 那真的是人生就是 由白转黑 由彩色转黑白这样子 真的人生就是黑白了 所以我们常讲说 我的关节痛 所以我就尽量不动休息一下 这个不要让它 这个运动 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 或是说更多的磨损 事实上这是错的 对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一个退化性关节炎 我就比如说是膝盖的部分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完全的休息 那现在这个概念 其实大部分的人认为 它已经是不对 已经过时的概念 当然我们在醉痛的时候 急性发作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哎呀你就休息一下吧 但是这样子的休息 其实我们讲的是 不要去做一个 高冲击力的一个负重运动 而不是这个人的肌肉 完全不去训练他 这种休息讲的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也医生在表达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没表达清楚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 你要减少的一些高冲击的运动 而不是减少所有的运动 比如篮球你就不要打了 对对 跳跃的 羽毛球你就少打了 是 像我们电台飞育浦 很喜欢打羽毛球 我常常跟你讲 小心膝盖受伤 对不对 膝盖一受伤 膝关节不得了 对 所以退化性关节炎 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这个主题 但是我一开始 现在要先请教叶医师 就是说 那关节炎到底有多少种类 当然不止退化性 比如风湿性也是嘛 还有这个意外啊 车祸受伤啊 他都有可能会发生 关节的问题 没错 那这个关节的问题 我们怎么全面来看呢 这个关节炎 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的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种 那一般民众 其实他要在家里 自己区分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 其实是难度是非常非常高 自己不要当医生 对 但当然我们 关节炎发作的时候 我们会收集很多的资讯 比如说他是不是 急性发作的啦 他周围是不是有 红二种痛啦 是不是有伴随这个人 过去曾经有通风的病史啦 或者是他曾经有感染过啦 前一阵子有细菌感染 后来发生关节 有可能是反应性关节炎 细菌感染的关节炎 都是有可能 那这个诊断的工作呢 其实我们建议 还是交给医师处理 那等到我们确定 哎呀 这一件事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时候 我们再来指导 大家来做怎么样的 那关节炎最大宗的 就是退化性关节炎 目前是这样没有错 大概什么年纪 然后比率是多少 男女有差吗 是 这个主持人问的非常专业 那我们现在大概60岁以上的成年人 大概发生率就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很高耶 对 女性又特别容易得到退化性关节炎 因为不动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有点性别歧视 其实 对不起啊 我们听到没有 如果是女生 详细的原因 其实还不太清楚 主要有人认为跟女性的荷尔蒙有关系 其实不完全是指说女生都不动 对 但是女性确实在全世界的研究上来讲 都是比较高 得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族群 OK 60岁以上就进入到这个比较容易耗发的年纪 对 人老是一个问题 那其实得退化性关节炎 这是一则一洗一则一忧 为什么 我们通常都说 洗的是什么 你能够活到 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得退化性关节炎 代表也是一种值得高兴的事 就像以前人家讲说 能够得癌症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 代表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挂掉 对 那老了当然 他的得退化性关节的机会就高了 那年轻人会得退化性关节炎 也会 年轻人也有机会 但是他的比率相对低 通常会伴随背后一些特别的因素 比如说 我的膝盖的十字韧带曾经受过伤 就像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对于小老鼠 如果我们想要制造他的退化性关节炎的话 我们就是切断他的十字韧带 那让他跑一跑之后 他就会得退化性关节炎 原因是因为 他的膝盖的稳定度已经变差了 那变差以后他就跑 他就很容易磨损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如果我曾经是个 比如说篮球员 我打一打后十字韧带断掉 没有做修补 那之后的话 他就比较容易在年轻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退化性关节 十字韧带在哪里 我们的膝盖里面有两条 一条前十字 一条后十字 OK 这就让我们膝盖可以这样子 比较稳定 稳定的主要韧带 那这个韧带会断掉 会 在激烈运动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还蛮常见的 一种运动伤害的类型 所以十字韧带 如果断掉过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话 就非常容易得到退化性关节 会比一般的民众来的机会高 OK好 那退化性关节 最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然后他好发在什么样的关节呢 就是说 您刚讲说女性比较容易得 那60岁以上是好发族群 那现在年轻人也 蛮多的退化性关节 那我的疑问就是说 那是发生在肘关节呢 还是膝盖呢 还是什么关节呢 是 呃 根据研究 其实最多的就是膝盖 那第二常见的话 一般来讲 就是讲说宽部或者是手指 宽就是我们的这个宽关节地方 那手指也是另外一个族群 那手指的话 当然其实主要就跟职业类型 会有相关 比如说 像我之前有一个病的人 他就是一样的鼠超原 那他没办法 因为他就是只能这么做 不过好在现在有点超鸡了 他们其实 这个这方面的loading 就已经变小了 那宽部的话 一般来讲西方人比较多 东方人稍微少一点点 为什么 这个详细的原因 其实目前是还没有研究出来 包含宽关节 它的致病急转 其实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曾经受过伤 或者是一些特别胖的人 他的压力过大之外 剩下的原因 其实目前还不是很确定 好 那我们举例好了 膝关节好了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膝关节是细菌性的问题 还是您刚刚讲的退化性问题呢 是 如果是要区分是细菌性或退化性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还是以抽关节液去判断里面 有没有细菌为最主要的一个方式 在临床上判断是这样 对 但是在临床表现上 其实细菌性关节 一般来讲膝盖会比较肿 那里面的关节液是有浓的样子 跟一般退化性关节液 其实它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红热肿痛的发言反应 红热肿的发言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但都会痛对不对 对都会痛 痛是一定都有 对 但只是红热肿的程度不同而已 对没错 细菌性的话就很明显 是的 好那哪一个比较麻烦 哪一个比较麻烦 这个其实有严重程度上面的分别了 那我们在讲退化性关节液的时候 我们通常我们讲说 民众的对他们最严重的影响 是什么 其实可以从一个 我们平常评估退化性关节液的 一个量表来看 那这个量表他看了 就是我们最常用量表 其实看了三件事 一个看痛 一个看僵硬程度 另外一个就看生活功能 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退化性关节影响到民众的感受 其实就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痛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哇关节好硬 要蹲蹲不下来 顶扣扣 对顶扣扣 那最后一个就是影响到日常生活功能 我不能陪老板去爬山 我不能去打高尔夫球 我上下楼梯会有困扰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那这样很麻烦 这样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是啊 所以必须要治疗 连楼梯都不能上下了 那还得了 那又不能运动了 就是说你可能平常喜欢饭后散散步的 这个走了也会痛 然后24小时 无时不无刻不再痛 睡觉的时候都感觉 即使你睡着了都感觉 有点隐约的在痛 那这个人生不是很困扰 是啊 所以我们才会想各式各样 不同的治疗方式 企图想办法让所有的 得到退化性关节炎的民众 都可以回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的轨道上 那治疗我们放等一下下一段讲 这个呃 那先请教您 绝对可以治好吗 呃绝对可以治好吗 没有绝对可以治好 先给我们点希望嘛 凡事没有绝对啦 凡事没有绝对 但是呃治愈的成功率高不高呢 治愈成功率其实是 如果说有在就是积极的配合 医师的一些指示 在执行的话 一般来讲症状的环节 其实是很长能够达得到的啦 那当然随着疾病的进展 毕竟它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 随着疾病的进展 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会 越来越走向一个侵入式 直到到最后一个患能功关节嘛 但是呃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手法 可以让民众的这个症状得获得环节 那其实获得环节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退化性关节 被治疗好的一个表现 好那现在人工性关节的 这个呃现在目前进步到什么程度 哪一些关节可以用这个治患的方式 呃刚刚我们提的其实都是一个 膝关节的退化性关节 那宽部的退化性关节 其实这些都已经有人工关节可以治患 那膝关节也有 对膝关节也有 宽关节也有 那其实这些的自患的东西都已经相当的进步啦 以前在我还是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那个年代都喊说 哎呀一个关节只能用10到15的 不现在以现在的科技来讲 其实呃使用的年限都已经大幅的增加了 嗯那是金属的吗 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材质啦 不过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在比较后线 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民众来讲 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用走到这一步 我们会在前面的时候尽量阻却这个疾病的进展 靠一些运动一些药物阻却疾病进展 减少大家走到这个要患人工关节的 这就是腹腺科的意义嘛 对没有错 如果如果没这一层的话 全部都走那个外科就好了 反正那个应该那个就属于骨科的部分了嘛 就不属于您了对不对 就是要就开刀 换关节开刀 那个骨科了 那那那复健科是站在前线 这个希望大家不要去开刀嘛 对 就是换人工关节 就算现在目前科技在进步 关节做得再好 恐怕还是有很多 毕竟是一个不像自己的东西的地方 毕竟是个手术 凡是手术都会有都会有风险 回到您刚认文的部分 很好奇的就是说 您是说您的论文在探讨 就是说退化性关节跟并发症之间的关系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变数就是有治疗跟没有治疗 用有治疗跟没有治疗去做这两件事情的link 对不对 其实那个治疗我们是有锁定在接受复健的物理治疗 而不是所有的治疗 所以就锁定在复健上面的物理治疗 对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可以把您整个论文到最后的conclusion 这个以及建议做一次我们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 是就是我们研究的就是说一个退化性的关节炎 如果是第一次诊断之后 那在他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一年内他是不是有接受一个正规的复健的物理治疗 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有接受一个这样子的正规的物理治疗 我们就把它列为是有接受治疗的这一组 那如果都没有 比如说他都是只有吃药啦打针啦 呃手术啦 那我们就会把它归类为另外一组 就是没有接受物理治疗这一组 那我们就拿这两组去做一个追踪比较 那看看说他的未来 未来的两年内产生这个我们所谓的并发症 那我们那时候研究了并发症 其实研究了八种并发症 哪八种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心血管相关的之外 像糖尿病啊 这个高血脂啊 然后心肌梗塞啊 这属于心血管类的 那还有大家都会说 我吃这个消炎药是不是比较容易胃溃疡呢 所以这个胃溃疡也被我们列入是一个探讨的一个 结果的一个评估点 那多吃消炎药 有人认为我会洗肾 那我们也把这个肾脏衰竭 这个事情也把它列入我们的一个讨论的范围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症 那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物理治疗的模式 它其实是相对来讲 有机会可以让骨质变得更健康 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也列入我们研究的一个范围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系列的研究完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只有在心血管的那个部分 有做物理治疗的他的产生将来产生心血管疾病 就是会机会会比较低 那剩下的大家担心的那些 比如说我吃药啦 会不会吃的多吃的少 导致这个胃溃疡几率上升 或者是肾脏衰竭 其实这反而做出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接受物理治疗 或我不接受物理治疗 这群人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吃药 也不代表说吃药一定会产生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发生几率都很低啦 最重要就是我们这样子一个做物理治疗的过程 让民众接受一个正确的运动的观念与知识 然后他的症状得以缓解 然后又学会如何训练肌肉 那这样子就降低了 他将来不动容易导致这个心血管发生几率的问题 这结论很正面 那骨质疏松呢 骨质疏松有很明显的相关连性吗 没有 没有 骨质疏松做出来也是没有 意思就是代表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物理治疗 还是在做退化性关节炎的时候 我们还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做 而不是把它周围的所有的其他疾病 全部把它做完 了解 所以您的研究对象就是贵院的病人吗 不是 这个是全台湾的资料去做的 全台湾 那样本数很大 因为我们的目前以前的国卫院 他们有一个健保资料库的一个data 就是一笔资料一个非常大的一笔资料 那也是很感谢有这样子一笔资料 我们才能够执行一个这样子大规模的研究 才能够被国际看见了 那如果说毕竟如果说我们只有用一个医院的资料 甚至我自己病人的资料来做的话 其实这个呈现上都是不够客观 不够客观不够有效的一个自行方式 好那台湾的退化性关节炎有比亚洲其他邻近国家多吗 还是说差不多的情况 东方人其实通常会被列入在一起研究 就是说我们不会特别去区分说哪一个国家的 所以还是以东西方来比较 对不过我们在以前像我去嘉义当医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真的比较吃苦耐劳的 那个农夫啊渔夫啊 他们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都觉得说 每次看到他们那个S光片出来以后 就是哇你怎么能够摆到这个样子才来 才来我这边这样子 他就没有啊 没有很痛没有很痛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心得就是 只要是农渔民跟我讲痛 那个一定就是已经到那个腰瘦痛 那如果是一般人跟我讲 我可能还可以没关系 再看看这样子 对这个做办公桌的耐痛力 跟一般这个夏天的耐痛力是差很多 是差很多 这个汗滴河下厨啊 这个非常辛苦啊 历历皆辛苦 好那刚才叶医师有谈到就是说 肌肉的训练以及复健的方法 那以及是不是要用药物治疗 那这个我们等会第二段来跟听众朋友来谈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复健科的主任 叶元瑞医师 叶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这个如果没有看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 可能就不知道 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 其实我们有一段蛮有趣的对话 就是说其实台湾民众对于医疗的知识或尝试 其实有点不是那么够了 就是说我要跟听众朋友谈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有关节的问题 你不见得要直接去看骨科 其实你可以先去看医院的复健科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其实复健科会先给予你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节问题 然后看看是不是要用物理治疗的方式 或者是说给药的方式 或是说加强肌肉训练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肌肉是可以把骨骼撑起来的 肌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 如果你肌肉无力的话 你全部身体的力量要靠骨骼是很辛苦的 骨骼会很辛苦的 所以为什么要训练核心肌群 训练肌肉的力量是很重要 那如果说你直接去看骨科 那骨科医师可能他不会把你的Case Path给复健科 但是复健科最终会把你的Case Path给骨科 我不晓得耶斯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推论 因为其实到最后 因为最后一步 我今天不是站在复健科的立场 我是讲说医疗的程序的问题 最后一步到什么方法都用尽的最后一步 的确是患能功关节没有错 所以就是我们复健科医师到最后 如果真的都吃不下来了 然后已经方法 这叫将狼裁净的时候 对不对 那一定只好拜托骨科医师 执行这个患能功关节的动作 就是说复健完全没办法 就是最后到骨科去换关节了 对 所以骨科是最后一道防线 是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 其实病人不见得要先直接到骨科去 走最后一道防线 应该你可以先去试试不开刀的方式 其实我们在这个退化性关节炎治疗上 其实理论上来说 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个国际公认的医疗指引在走的话 不管你看哪一科医师 其实他应该是要告诉你一样的事情才是对的 就是说 不管你是看骨科 看家像家庭医学科 也是常常会碰到退化性关节炎问题 那我们复健科更是这个方面的 就是常常在看 那这个一定是大家都会要照着这个医疗指引的建议 那就是其实应该是要先告诉民众我们正确的治疗方式 有总共大概五大类的治疗方式 那照着这个顺序走的话 那对民众的健康才会是一个最好的保障 好 我们开放call in 0283693398 我们call in电话 所以您可以打电话请教叶主任 如果您有退化性关节炎 或者有任何关节疼痛的问题 你都可以来请教叶医师 好 那我们脸书上已经有听众朋友问问题了 就是说 称赞主任台风稳健口齿欣喜 好 请问 请问腰椎的问题可以治疗吗 腰椎其实 有没有退化性关节的问题 对 我们一般来讲的 腰椎也会有一点 spondylosis 它就是一个腰椎的退化的表现 那当然腰椎的问题一样 就跟关节的问题一样 是千千百百种 那到底是不是 您是不是退化的腰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要到医院去求诊 那经过一些理学检查 我们所谓的生理的检查 然后再加上 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 照过以后才能够跟您确定 是不是这个腰椎的退化性关节炎 好 那另外 怎么样病患可以评估 是不是要换人工关节 是 那其实 在刚刚还没有提到 就是我们治疗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好 根据国际上的建议 其实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 胃椎跟减重的一个指导 那这样子的一个指导 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的预防 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 不断的退化下去 那在这样子的指导之下 它就要伴随着 我们告诉民众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运动 那所以这个运动治疗 也是目前国际上列为第一线 应该要做的一个治疗指引 如果说一个医生没有告诉他的病患 你应该要做哪些运动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会认为是有点失职 对 那在这样子的治疗之下 大家一定会说 可是我现在就在痛啊 那现在就在这个痛的情况下 有没有办法立刻先帮我变好 比如说像我 打指痛针啊 对 没错 前几天就有一个病人 这最快啊 他就直接跟我讲说 哎呀我那个下礼拜要去南湖大山了 然后我前前天去爬了 那个那个大大臀山系爬完之后 我整个膝盖就是痛到不行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那我想我当然还是把前面这一套 先交给他 告诉他你以后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卫教还是要做 对还是要做 但是他这时候就有需要吗 他的所有亲朋好友都拜托 他要去爬南湖大山 你怎么能够让他没有办法去爬呢 问题是他膝盖痛得不得了 还去爬南湖大山 毕竟是要让他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几个后续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给药 口服药物非侵入性的 那这当然就是包含所谓的消炎止痛药 甚至有的人会给一些肌肉松弛剂 那这些东西都有办法缓解疼痛 那当你的这些口服药物 没效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这时候第二线就会进入打针 那打针现在市面上就有非常多东西啊 比如说有人打玻尿酸啊有人打泪固醇啊有的人打那个葡萄糖所谓的真身疗法啦 那有的人会考虑做比较新颖的像是正波治疗啦这一类都有啦 那打针类的治疗结束如果都还没效的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才会考虑就是外科的手术 那外科的手术也有分很多种啦 比如说我要做简单的关节镜啊 稍微清一下关节腔 稍微抹把它抹好一点 有的人会去切掉什么内侧皱壁啦 那有的人就是会直接换能功关节 那这就是属于骨科的范畴 那就是说看看这个病况到什么程度 然后到多严重 是否保守治疗都已经完全无效 那这时候我们才会考虑这个侵入性的治疗 好其实打针吃药就是治标嘛 对这个关节炎的问题还没有治本嘛 但是其实在打针的这个部分啦 我们目前新的领域来讲说 我们除了打消炎之外 还有所谓的就是真身疗法这个部分 目前是认为说因为打真身疗法 它可以加强我们整个膝盖周围的肌腱带 它的稳定性 那它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治本的方式 李小姐您在线上 是是是 我想请问一下我那个关节 我去照X光 它说是那个骨头移位 我上楼梯都会很痛 那那医生先给我打那个玻尿酸 那还有我 膝盖吗 膝盖 还有我的那个关节 我那个关节抬起来都很痛很痛啊 那那个连那个脖子好像里面都有沙子一样 这样好像转过来就卡卡卡 那个好像有感觉有沙子 是是 沙子那样子 那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个骨头碎掉了 好 这个叶医师 李小姐吧 李小姐你好 就是 其实您提了两个问题了 基本上膝盖的关节痛 跟脖子的疼痛 它大概不会是同一件事情 它应该是两 首先我要告诉你 它是应该是一个两件事情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两个问题呢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 基本上你还是要先到医院里面 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那假设 我们现在假设就是说 您刚刚提的 你的膝盖打了这个玻尿酸 那想必当时帮您看诊的医生 应该是认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退化性关节 所以帮你做一个玻尿酸的注射 那这个玻尿酸的注射呢 其实在过去的大概20年来 大概是一个非常被使用的一个方式 但是在比较新的研究里面 玻尿酸的注射 其实它的功效 它其实是一个存疑的状态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 他打完玻尿酸 他都可以获得一个膝盖的疼痛的环节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然后他在整个国际上的建议里面 他也不是放在 应该再放在前面做的治疗方式 所以打玻尿酸如果没有效果的话 建议您就是回去跟原本看诊的医师 跟他讨论说 那我这个做完这个玻尿酸的治疗之后 并没有获得一个环节 那我是不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式 好 张先生您好 我想请教医师 就是骨骨头的缺血 是不是有没有等级到坏死之前 有没有等级 那有没有所谓保守治疗的方法 OK 骨骨头缺血坏死 这个基本上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 是不一样 不过我还是可以跟您说 你还是回答一下 对就是这个骨骨头缺血坏死 它的原因也很多 有的人是酒精性的 有的人是因为吃了一些全身性的肋骨醇造成 有的人是因为那个红斑性狼肠 缺这个引起的 它的原因非常多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做一个影像学检查 以及评估你的临床的症状之后 我们会考虑的就是说 您的状况是不是应该已经要进入 换一个人工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在这个还没有要换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物理治疗 对您的这个症状缓解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如果它的骨骨头坏死 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地步 医生都建议您要换人工关节 我建议换 因为这时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会碎掉 对那这个碎掉之后 就第一个是它超级痛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所有的日常生活功能 大概全部都要停摆了 赵先生您好 叶医生主持人你们好 请说 我在2015年11月的中期 得了退化性关节就很痛 然后后来我就吃B12还有那些 然后后来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给我做那个玻尿酸注射 又是玻尿酸 玻尿酸注射每半年注三针还不错啦 因为玻尿酸之外还有雪小板 还有另外一个 反正有三种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呢 后来2017年1月初啊 那个嘉义大林那个慈悸医院的 好像是曾瑞 曾少瑞医生嘛 他写了一本 台航榜前十名的医药科的书 叫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方法 他就说 好像是做一个手术 有关那个十字韧带 然后可以把你的退化性关节 处理的比较好 可以延返你做人工关节 而且他也说这个做这个玻尿酸注射 注太久 你的膝关节会变硬 他做手术就比较难 那请问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谢谢 这个有点挑战性 对 因为那本书不满您说 其实我没有看过啦 那其实我之前听到的嘉义那边 有一位名医 他的这个手术 应该不是处理十字韧带 应该是我刚刚稍微提到的 处理那个内侧皱壁啦 那他应该不是处理十字韧带 那打玻尿酸这件事情 就他有可能就像您刚刚讲的 他有可能何必那个PRP 就是说的那个血小板浓厚液 或者是他你说还有第三个 通常通常加的都是 比如说葡萄糖水 就是所谓的增生疗法 那做这些东西 有的人就是混在一起做治疗 其实一般民众大概也没有办法区分 我到底是因为打了什么还好的 那玻尿酸的部分之所以会很红 主要是因为他的健保给付 目前就是像您说的半年可以打三次 对 叶医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好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这医生也要看医生的 什么意思 医生也会生病的 像我医生朋友就说 因为他长期做手术 什么手术 因为他都要带那个显微镜 去做很精密的手术 那一做就一两个钟头 那个手就像这样子 去控制那个机械的手背 机械的内饰镜的这个器械 然后都不能动 而且非常精密 他说他长期呢 就就有关节的问题 会痛 然后他去做复健 然后去做瑜伽 慢慢缓解这样子的症状 所以医生也是要看医生的 医生也很多 自己说不出来的苦啊 对不对 所以我刚就问叶医师说 是不是你有很多病人是医生 他说的确是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复健科的叶元瑞主任 叶医师 这个牙医特别多 对我的病人里面就是牙医真的是最多 他们这个很辛苦了 每天头就是弯在那边 然后从一个小小的口 嘴巴里面去把大家的牙齿处理好 所以他们一弯完那个头就是脖子 就很容易就是出问题 牙医眼力跟手力要很有力 对没错 他们的然后知识啦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提倡一件事情 就是让那个职业医学科 跟复健科医师一起去职场 帮大家做一个环境的改造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去看过一些电子厂 那些电子厂他们员工怎么搬东西 怎么从什么样的架子放到哪个架子 会不会有伤害 会不会有伤害 是不是每天都固定同一个姿势 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导致他的一些肌肉骨骼问题 其实这都是我们关心的议题 也是希望能够从更早期的部分 去达到这个预防医学的效果 没错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劳工的职场职业伤害 其实如果能从第一线的医师角度 专业的去预防 其实你会省很多健保费 也很省了很多医疗的问题 重点是民众的健康 对健康的问题得到确保 这个其实是雇主应该要去加强 讲的观念了 好不过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话题 还是要回到治疗的部分 刚才那个扣印 对不起打断你用没有进广告 您可以继续说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最后要问的就是 玻尿酸打久了以后 会不会 玻尿酸现在有健保脊肤 玻尿酸有健保脊肤 就是你半年可以打三次 那他是规定三次要在三周内打完 那其实这跟我们平常最推荐的打玻尿酸方式 其实也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毕竟打到第三针 有时候有的人他吸收比较慢 其实打到第三针的时候会有点肿胀 开始会觉得不舒服 不过刚刚提到那个打玻尿酸 会不会导致这个关节腔变因不好开刀 这个我必须要说 毕竟我不是开刀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实际上开刀 是不是会觉得不好开 不过文献上是比较没有看到这样子 相关的说 打玻尿酸打久以后 关节腔会变不好这件事情 那我看到市面上卖很多葡萄糖胺 就是说对普关节的义有帮助 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我们大家喊的那个微鼓利 对大家都这样喊 不止他啦 很多牌子 超过超多的 对那个葡萄糖胺 也是前一阵子非常非常的红啦 那毕竟他在台湾 他不归类在药品 他归类在这个健康食品 那为什么不归类在药品 就是他没有办法打到这个治疗的真正的 可以证明他有治疗的疗效 所以他就会被放在食品这个领域里面 那从这个所有的研究里面看来 也是使用这个葡萄糖胺 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 他有办法治疗这个退化性关节的效果啦 如果我们自己的病人很多人他吃完以后是觉得有比较好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心理的因素嘛 那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或许这个药他还是对部分体质的人他是有帮助的 好 耶医师我们听众朋友在脸书上留言 我们要很快的回答 是 因为问题太多了 没问题 十几个我大致都要先请教您 好 请问有板肌脂怎么办 板肌脂有附件治疗跟注射治疗啦 一样严重的我们就走侵入式注射治疗 不严重的话我们就是用附件治疗 所以板肌脂可以附件 可以可以用附件 那另外腰椎的问题最主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腰椎方面您在临床上面 腰椎的话有像我们这一次题目的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椎间盘突出啦 一些肌腱的扭拉伤啦 这些都有可能啦 所以大部分的人年轻人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认为肌腱带扭拉伤比较多 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大一点 或者这个人体型比较重一点 特殊的一些病史 我们就开始查 他是不是有些椎间盘的问题 照理时光看有没有骨头方面问题 有外伤看看他有没有脊椎滑脱的问题 好 那有听众朋友说 他是为了强健膝盖在家里绑腿0.5公斤的沙带抬腿 像是会被伤到膝盖软骨 一般来说我们练习这个股四头肌的肌力 或者是有的人练习那个后面 Hemption的肌力的时候 我们的确在比较厉害一点的人 他觉得空了台的时候他练不到 他开始加沙带 这是正确的做法 那只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肌力训练的时候 必须要量力而为 如果你觉得你的台脚有负重的时候 已经会引起疼痛的话 理论上你应该要减轻负重 或者是就不要负重这样子 对啊 拘亚铃也是量力而为 不要去挤那一公斤的 一公斤你手太会断掉 那膝盖常常无力酸痛 他怀疑是颈椎神经压迫 这有相关性吗 膝盖跟颈椎距离真的是有点太远了 如果说你是说手会觉得麻痛 比如说手肘手腕手指会觉得不舒服 那我们这时候会怀疑颈椎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测 那如果说是膝盖的话 那距离相当远 如果也是有可能 就是说他的颈椎已经压到 我们讲的脊髓就扣的的时候 但是这时候通常不会只有膝盖问题 他大概整个颈椎以下都已经有问题了 好 还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这个如何用疼痛的位置判断 膝关节痛是十字韧带还是受伤呢 这个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原因是因为十字韧带受伤的时候 其实他多少都会引起整个膝关节里面的记忆跟肿胀 那这个记忆往哪边跑 其实记忆就是积水了 往哪边跑其实就会引起那个地方的疼痛 所以要民众自己在家里区分自己 是不是退化膝关节或十字韧带受伤 其实是相当相当困难了 那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简单的理学检查 或许可以帮助民众比较快的 就是在我们做一个详细的 类似比如说核磁共证 超音波之前 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 但是民众自己在家里做是不容易的 好那最后几个问题 听众朋友说他的脊管狭窄 造成坐骨神经痛 那曾经想要开刀 但后来没有开刀 那这个是不是要开刀呢 还是说复健可以治疗呢 因为我不了解这位民众 他的程度到什么样 但是一样就是我们的整体的principle 一定是先运动复健 然后再来就是吃药 再来才是打针 最后才是开刀 我想这个principle 不管是在腰椎或者在膝盖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正确的principle 除非有一个特定 就是说如果你的腰椎的症状 已经引起到你的脚 已经没有力气了 你的脚板已经翘不起来 大拇指翘不起来 神经学症状非常严重的时候 才会考虑立刻开刀 来挽救我们这些肌肉的问题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问到说 他脊椎开五六节开刀之后 为什么双脚比以前更麻 为什么双脚比五六节是指 五六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腰椎没有第六节 脊椎脊椎有第六节 那如果说是颈椎五六节开刀 引起脚麻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一般来讲颈椎的神经根 不会引起脚的问题 会觉得脚麻大概就是有压到脊髓 那有压到脊髓的情况下 这时候通常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表现 那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症状原本是没有的 比如开刀之后才产生 那一定是要回去问开刀的医师 当时开刀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发现 或者说里面本来就长了什么东西 那原本不知道 必须要去了解 对那压到脊髓的话 一定要重新好好的检查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访谈 很有收获 就大概几个收获 自己心格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叶医师也可以指证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其实如果有关节的问题 其实听众朋友不需要 第一时间就跑去骨科了 那其实你可以先走复健科看看 先走复健科看看物理治疗 或是说一些激励的训练 是不是对于你的关节的问题有帮助 那到最后其实要置换人工关节 或是要吃药打针 其实就是到骨科 那我想复健科医师 就会把你的cas pass到骨科去 因为复健科医师就束手无策了 我们大概到打针的时候结束之后 就要开刀的时候 就是只能送给骨科的医师想办法 那我们在前面这一段就是运动 吃药打针 这一段复健科医师都有办法为各位效力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蛮蛮有意义的 第二个有意义的就是说 其实你不要把退化性关节问题当作是小问题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你其他的病发症 心脏病 或是说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正视自己身上任何一处病痛 所以这是我觉得今天蛮多好的收获 只是听众朋友问了很多问题 可能跟复健科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叶医师还是帮各位做的 感谢观看